那你先来 行 那反正今天早上就是第21天嘛 而且正好也是6月21号 然后我们就对昨天的那个FBI的那个agent没有问完话 然后今天早直接 直接呢还是开始是这个问完问话 但是他的问话其实就是还是继续放一些照片嘛 就比如说 基地的照片 对 GT跟Mawa这个基地有关系的照片 今天放了几个账单 就比如说有一个账单我印象特别的深 是一个就是古董 就是所有Mawa里面的古董的家具的一个清单 是从一个古董专门卖古董的公司的这么一个invoice 那invoice总我没看到因为字太小 但是他go over的 他在这个问询的时候 让证人呢 说出了这个这个发票上面的几个item的东西 对 然后我们看了之后 基本都是19世纪18世纪 法国什么宫廷什么 就是非常非常就是非常非常值钱的这个 而且他的价格都有标出来 然后让这个证人去念 这个是什么价格 这个是什么价格 然后还有就是又展示了一个GFashion的这个鳄鱼皮的一个账单 然后就说啊这个鳄鱼皮129300 然后是什么样的鳄鱼皮 是什么衣服啊 是hoodie 是个crock袋 是black 然后这个时候就把那个文贵先生之前的大直播给调上来了 一个是大直播 然后他说指着一个大直播的一个截图 就说是不是这个鳄鱼皮就是意思就是说 是不是同一件 对 是不是同一件鳄鱼皮 然后那个女的其实开始在直接的时候是说 对就是这个鳄鱼皮 但是在cross的时候被Sabrina问的时候 他就说我不能确定这是同一件衣服 OK 但是他确定呀 这是一个 而且我记得那张照片上还显示 让他读这个New Federal State of China 然后他就读出来 这是New Federal State of China 你知道什么是New Federal State of China吗 他说不知道 OK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照片里面还显示了一个文贵先生直播间 你记得吗 就是那个我们说的那个大书架 就是背后有大书架上当中放了一个菩萨 请的那个菩萨在那儿 然后他们就 而且也拿出一个直播的这个截图 就问他这个 你看到这个是不是你看到的照片上的这个同一个书架 然后在书架上的那个是放的那个figuring是什么 然后他说是个statue 好像他没有说是佛像 是个雕塑 对他说是个雕塑 然后之后在交叉混询的时候 问他这个雕塑是不是就是佛像 他说他不能确定 他不知道 但是他确认的是这个文贵先生穿的那件鱼皮 在那边直播 后面是这个同一个照片里面显示的这个 这个数架 然后这个是他让他 而且在他说到这个的时候呢 就就问他 问他展示了一个 好像我记得是放了一个video 放了一个文贵先生在2月19号 2023年一个大直播 这个大直播的背景就是那个输出 就是那个很漂亮的 相亲的那个木头的输出 然后 23年 对23年2月19号 然后他然后就放出来一段 就是这个好像是字幕 这个这个这个视频里面就说到 七哥就说 要怎么样可以把中国人的钱 就很很安全的保存下来 对吧 他就说到什么地方 什么国家 什么国家比较安全 然后他就说我们 这个钱呢 就是不光放在这些地方 最安全的就是洗币 好像是说到 Himalaya币 然后他说这个不光可以防止CCP 而且可以就是 防止这个美国的这个 美元的这个长臂管辖 然后他就放了这一段 然后然后这个时候 就就就就 在直接问询的时候就问他 好像问他问题了吗 好像没有问他 就放到这 就问他 很奇怪的是 这个时候那个对方的 直接的这个法 这个律师就问他 你看到左边上面有一个logo 你知道这个logo是什么吗 然后这个上面的logo呢 又是写的是 New Federal State of China 但是这次比上次 比光写了一个New Federal State 还好 是下面还有一个 CCP不等于 这个China 对 然后就让他读出来 所以这个在直接问询的时候 竟然这个也让他读了 他就说 CCP不等于China 就都读出来了 你知道吗 我觉得还挺好 然后这个时候呢 之后呢 就又 又放了一段Genius 有一个Genius的文章 好像是我记得 我不知道在哪 好像在这之前 还是 不是 这里面没有放 是后来Sabrina 在Cross的时候 对 就把那个大直播的 那个 就放出来了 然后 来让我看看 Resident 对 这个时候他们是 的确是在 直接问询的时候 是检方 又调用了一个 3月7号 2023年 七哥直播的一个记录 是Genius的一篇文章 但是这篇文章呢 有可能本身就是英文 所以说他就给了 那个证人 让证人读一段 那这一段里面呢 正好是七哥 说他那件黑色的 这个Clocked Eye的 这个G fashion的皮 说这个皮 很好啊 穿上去舒服的 跟这个水流一样的感觉 然后我的这个朋友 这个日本朋友 跟法国朋友 都说好看 都想要 然后他说 这衣服是每个人穿了 应该都能好看 就他把那一段读出来了 其他都没读 OK 然后到Cross的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Sabrina 就把这个同样的文章 给调出来了 调出来之后呢 就让他读了 上面的Summary 对前后 前面的总结 总结部分是什么 把它读出来了 CCP对这个 就是这个中共 对他党内的党员 把他们当成奴隶 然后是说 CCP 我们在这么黑暗的年代 就指的是 我们新中国联邦 在这么黑暗的年代 这么强劲的敌人面前 还可以勇往直前 还能够make progress 就是还能够取得 成功的进展 OK 这是他上面的一个Summary 然后下面又将他读了一段 补读了一段 那一段好像是说 我们的这个兄弟姐妹们 我们应该珍惜 就在他说完 每个人穿这个衣服 都会很漂亮 每个人都应该 就是可以享受 这个美好嘛 然后他就说 兄弟姐妹们 我们应该珍惜 我们已经有的 对吧 他说的这个 然后后来说什么 我忘了 反正就说了 就是 提到了 Fellow Fighter 对提到了 Fellow Fighter 提到Brother and Sister 对吧 提到了CCP 就元素都在里面了 然后那个 我们的Sabrina 也挺逗的 就又指着 这个CCP 不等于China 又问了他一遍 因为他 他在刚才读的 就是检方 让他读的那段里面 他说没有CCP 然后他说 并不是这样的 他说检方让你读的那一段 是个Live Stream 这个Live Stream 虽然那一段 没有说到CCP 但是这个Logo 是一直在Live Stream上面的 也就是说这个Logo上的 CCP一直在屏幕上 所以就很逗 然后 你说 然后这个 他这个 我觉得就是 整个的就是这个FBI 叫Luciano Agent Agent Luciano 因为他就是一个Searcher 就是FBI的Searcher 对 所以呢 这个 那作证 他也只能是根据 他的这个 给他的这些照片呀 什么的 说白了就是这个检察官让他说什么 他就说什么 那刚才Ava提到了两个 几个地方 一个就是说 这个 有好几次 给这个 这个证人展示的画面 是那个就是基地的那个 那个大的直播的背景 那个架子 OK 然后有那个 那个是佛的雕像 对吧 那这个 最后这个 那我相信 检方肯定就是说 看 你看他这个 他这个地方多奢华 东西多昂贵 什么 那最后呢 这个 在Cross的时候 我觉得Sabrina 一个特别好的 一个一系列的问题 就是说 你知道 他在这个地方 做了多少次直播 当然这问完了 就是说 这个直播都是关于 灭供的事以后 说你知道这个地方 有过多少次直播 我不知道 你知道除了他以后 还有其他人在这 做同样的直播 我不知道 对 这是一个 还一个提到那个 就是GFashion的那个 那个Crocodile的那个 鳄鱼皮 鳄鱼皮的时候 说 这个鳄鱼皮的夹克很贵 十几万 对吧 而且有两件 然后呢 这个你看看 那个最后 他付了多少钱 付了零 然后呢 你看看 他抵抗的是多少 百分之百抵抗的 那当然 政府在这个 直接问却说 根本就不说 你看 这个这么这么贵的 鳄鱼的夹克 他一分钱都不花 然后等到了这个 Sabrina Cross的时候 就说 你知道这个 Miles是这个 他是 他跟GFashion的 对 他跟GFashion有合同 他要promote 这个GFashion 对 我不知道 你知道吗 他是这个 有代言人的 因为他是代言人 所以他要 这个discount的呢 我不知道 所以一下子就把这些 这个给 当然战友都知道 但是我相信这个 这个陪审团 一下子就啊 火烂开朗 就算了 这就算了 这就算了